4000价位段的轻薄本可以做成什么样?R78845HS这颗U表现如何? 这款就是悟空2月份发布的搭载AMD新一代处理器的轻薄本 正好628大处,如果你的预算不多,对显卡性能有那么一点需求,又不想买二手 本期视频将从文字、视频、游戏三个方面来让大家介绍这款悟空X16 首先,电脑上手,外壳铝核心喷煞,在右上角简单雕刻了一个品牌logo 整机设计低调,边缘厚度18.7mm 这是和14寸MacBook Pro放在一起的对比,比较标准的一个轻薄本设计 D面同样是金属材质,左侧两个全功能TFC,支持100W的PED快充和DP1.4的视频输出 一个HDI 2.0还带来一个DC供电,右侧两个USB-A加一个耳机接口 送的是100W淡化假充电器,TFC接口供电 日常给电脑供电会占用掉一个TFC接口,损失一定的拓展性 想用DC供电的话得额外再去购买一个充电器,这个就有好有坏了 外出的时候只需要带一个大滑架,就可以解决手机电脑平板的供电需求 主要还是考虑到了这个电脑的移动效率方面 内存是两条DDR5,5600频率 硬盘是无空,定制百味代工的512G PCIe 3.0固态 速度3400MB左右,比较标准的一个3.0度速 后期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换一个好点的当做系统盘 打开屏幕,电脑单手开合没有问题,最大开合角度180度 周围一圈边缘都做了高光导角,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整体重量1836克,带充电器2079克 然后这个触摸板的尺寸是130×90毫米的 磨砂玻璃非常有质感,甚至比MacBook Pro上面的快还要更好一些 按压起的话,中辉中矩,常规水平 外观部分就说到这里,事前价位 这个做工10分满分你会打多少分呢? 在收到电脑后的5天,包括我这期视频的文字脚本 都是在X16上完成的 标配这块全尺寸的拨摩键盘 1.5毫米的触底键程不多 但整体干脆利落,非常适合长时间的码字 并且在轻度办公的情况下 R78845HS这颗U可以维持8个小时以上的续航 干到底还能剩个20左右的电量 最大亮度,播放B站视频一小时掉电14% 在低能和场景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很适合用于轻度办公 视频剪辑方面,这颗U对比上一代整体的规格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变化 唯一的区别就是增加了一颗MPU核心 AI方面的功能体验或许会更好一些 实测检验导出JVE拍摄的4K60帧5分钟简单工程 用时4分31秒 作为对比搭载Ultra 5的笔记本用时4分47秒 来到比较吃显卡性能的达芬奇差距会更加明显一些 同样是5分钟的素材 8845HS用时4分7秒 Ultra 5用时4分16秒 预览极限状态也测了一下 同时可以播放3条4K60帧的素材 再多就有点吃不消了 至于观影部分 我觉得也是这一台电脑的一个优点 首先它的屏幕素质是非常不错的 最高亮度500尼特2K165Hz的刷新率 屏幕供应商是京东方的4bit色深 预计是8斗10上去的 97.4的sRGB覆盖 87.6的P3色域覆盖 平均色准Delta 0.36 意外的还不错 但是屏幕边缘还是有些许漏光 属于是可以接收的范围 配合16寸大小的屏幕 用来观影的体验感也是相当不错的 至于电脑的绝对性能方面 3DMark跑分3089分 显卡得分2755 基本上就是1050Ti略好一丢丢的水平 放极显重非常强了 R20循环通过率98.9% 烤机30分钟 以下是电脑键盘区域的温度分布 Logo下方最热46.5左右 其他地方还好不至于烫手 毕竟是轻薄本 模具的散热空间就摆在这里了 能做到这个水平 可以说是及格线以上了 R24的CPU大号跑分813多核104 拔掉电在来时有一定的下降 但不多 轻薄本的理念性能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游戏这里我也试了一下 3DMark关闭光追 最高画质平均21帧 勉强勉强能玩 来到低画质可以跑到40帧出头 要知道这是在2.5K分辨率下的 降到1080P就可以60帧唱完了 V7月靶场2.5K分辨率 简单场景能到200帧 复杂的也能维持在110帧以上 没有优点可见的卡顿和吊针还不错 以下是我后续测试的一些其他游戏帧率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总结一下 无空X16品牌我还真是第一次听 但查了一下也是一个13年的老品牌了 算是小众国货非常有性价比 电脑周边配置没有太多可以吐槽的 同价位优秀的屏幕表现还不错的整机质感 自带100瓦淡化甲充电器 配合8845HS优秀的低负载续航 可以说是旅行技能点板 是一款非常适合移动办公 并且能兼顾轻度游戏的选择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固态PCIe 3.0 只能说能用想用的放心 还是需要自己到手更换 好了那也上次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限就欢迎来平时提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本期这把键盘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了 DLU的A81 第一把量产的Gaski无钢结构键盘 就从这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 我都愿意夸打U一顿 我手里这一把是一个实色白的配色 还有另外的一个黑透的版本 价格会稍微的贵一些 键盘四周的边框比较宽 有一种键盘做的很薄的感觉 实际上厚度并不会比一般的键盘薄多少 配列在75%上做了一定的修改 减少了一个功能键 因为有小门牙的存在 正面的观感并不会显得特别局促 左上角是灯光亮度的实体按键 以后推出的三模版本 会改成模式切换的按键 也是之前A98和A87 Pro的一个设计传承 键盘顶部有一个亮面的装饰条 旁边是模式切换按键和充电接口 背面的设计也是相当的内敛 通过亮面和磨砂两种材质 把大U的logo很好的隐藏了起来 不会显得过于扎眼 这里建议给设计部加一波鸡腿 键盘只支持单色背光 亮度的画比较一般 在输入体验方面 这把键盘的手感跟之前的Gutsky结构 还是有蛮大区别的 首先它是一种先转后硬的感觉 在按下的形成中有一段距离形变是非常明显的 以后触及到底面之后就会立刻反弹 感觉我敲击的力量会随着敲击点四散开 外壳会感到比较明显的共振 这也是我在以往Gutsky键盘上没有体验过的手感 出自上手还是蛮新鲜的 我手里这一款是天空轴V3的轴体 也算是一款经历过市场考验的轴体了 线紧手感和边角按压的稳定性做的都非常优秀 触发压力为40克 介于金粉和普通红轴之间 害怕金粉有蜜误出的观众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轴体 顺带一提 因为是无钢的结构 轴体缺少定位板的固定 所以是没有办法做成热插拔的 只能焊死在PTP上 也算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了 大剑也是这把键盘的一个特点 用的是黑透的PCB卫星轴 这种卫星轴的优点就是 比一般的钢板卫星轴会更加的稳定 A8要的大剑表现我是非常满意的 两边完全没有空间层 触底干脆稳定 但是如果想自己调整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需要把键盘的上盖给卸下来 再拧下卫星轴底下的螺丝 才可以取出卫星轴 键盘上盖通过14个卡扣与底壳固定 因为外壳比较软 所以拆解难度并不高 这边是给无线版本预留的收纳槽 在PCB上做了一个弹力臂 末端是一个球形的硅胶垫片 刚好和底部的一个圆形拍槽吻合 这个设计对装配精度的要求 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契合不到位 就会出现YPCB版的问题 我这把键盘收到的时候就蛮严重的 有些轴体卡的甚至都没有办法回弹 还是自己动手调了一下才搞定 和大U那边沟通了一下说我这个是样品 大货版本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也希望不会吧 键盘底部有波龙和硅胶的填充 也预留了为三模板准备的电池开槽 有两个位置 预计三模板的电池容量是不会小的 最后总结一下 最低399元的价格 加上不可热插拔以及单色背光 而且还是单模的键盘 说实话这把键盘的性价比并不高 不过作为市面上第一把量产的 Gaski无钢结构键盘 我还是非常认可这种敢于尝试的精神的 但是这个品控问题最好还是要加强一下 不要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出现一个PCB右移的情况 最好还是个例 好了那以上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观看 最后是一段键盘的打字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杨nahmen